这男人的内裤怎么选才能够舒服又健康呢 让我这个女人来讲这个话题啊 可能是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呢 我为了广大的男士 我可是豁出去了 大家呢 给我点个小红心呗 支持一下我 俗话说的好啊 这内裤选对啊 事半功倍 这三种内裤呢 对男人的危害啊 真的是特别大 也要避开啊 第一个呢 就是三脚裤 它容易很束缚勒伤 使小弟弟呢 温度升高 使这功能就下降了 第二个呢 就是聚止纤维的内裤 它会杀菌的 有研究表明啊 穿这个内裤的男人 40%到了4个月的时候 会出现精子量减少的情况 那第三个呢 就是唇棉内裤 很多男人呢 现在都喜欢穿那种唇棉的内裤啊 他的缺点就是 非常容易滋生细菌 对弟弟的危害很大 长时间穿的话 会滋生细菌出现呢 红肿啊 骚痒啊 以上这三种内裤 还是慎重选择吧 那么男性穿怎么样的内裤好呢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 超级哇塞的内裤 就是这款 莫德尔瓷石男式内裤了 还有两个小瓷石 它会形成一个微弱的瓷场 对你的小兄弟 进行一个按摩和养护 而且呢 它这个底裤啊 是温感科技的棉裤 感受到潮湿的时候啊 它会自动的工作 把湿气吸走 透气排斥效果特别的好 穿上它之后呢 你整天都不会觉得很闷 整个内裤它是墨戴尔棉的 弹性也很大 这裤腰这里呢 是一个加宽的设计 不会累人 也不会紧绷 每一条都是独立的罐装 方便携带 很有档次 就在左小角的小黄厨里面 赶紧给自己换一个好一点的装备吧 毕竟呢 你的武器保养好了 上战场才有干劲啊